我们过去犯规几只呢 应该说有些已经是在野外生活了好几年 应该说他们陆续可能会进入繁殖 跟野外种群会有一些基因的交流 这样的话最终总之会对这个野外的种群 会有一些基因贡献 对这个种群会有一些帮助 那就是意味着它真正的融入到野外这个种群里面 对野外种群做出贡献 同时放两只呢 这也是我们一次尝试 我们也希望这两只以后呢 同时到野外呢 看他们相互之间的一些活动区域啊 等等等等这些就做一些探索 因为熊包是独居动物 他们到野外之后呢 他们可能也会尽快找到自己的领地 参与到野外的这个种群中 牛鸢 牛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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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